这里自身是肖金腾粉丝 先前还卷入面包虫 以及泼洒会晤等等恐吓事件的Yuki Yuki的爸爸是特别从日本飞来说 要用行动力挺女儿 不过就在记者会当中 Yuki却是临阵缺席并没有出现 我也常常对老小 西装笔挺严肃神情 这一位就是日籍富家女Yuki的爸爸 殷山次郎 不过身边却不见Yuki 只有律师一起出面说明 原本悠翰爸爸还有律师陪同下 一起开记者会 但是却临阵脱逃 这场说明会被外界怀疑 挑日子似乎别有诱心 是故意挑在肖金腾 举办发片记者会的同一天举办 时间的预定早在5月的时候 就已经跟逆山有记小姐 我们有所沟通 然后决定在6月4号 Yuki的爸爸表示 曾经在演唱会上看过肖敬腾 但是并不熟识 Yuki曾为追星接近老肖 常砸钱赞助他的活动 去年更花4000万买房当他邻居 追星金额必尽一元 这次爸爸出面说明 出面立体女儿 想要平息风波 不过却对很多事情 一问三不知 表示只听说过宝堂事件 其他事情都不太了解 似乎没有把问题解决 反而留下更多问号 记者胡克强 李爱因 台北双报道